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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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如果我们想创建一个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用touch这条命令来进行创建 我们可以直接在你要创建文件的位置 touch 创建这样的一个新的文件名 比如说你可以随便起一个文件名 像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创建一个 japan love story.list 这个时候呢在当前的目录下面就已经创建了一个 japan love story.list 这里面要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在前面也反复强调过了touch 加上文件名和touch 比如说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实验 -root japan love story.list 二者有什么区别 千万要记住 我们前面也反复强调 在linux的命令里面 如果这个命令后面的参数 没有详细的指定它的绝对路径 就表示要在当前目录下 执行这个操作 也就是说touch japan love story.list 表示要在当前目录下创建这样一个文件 但如果你想放在其他目录下创建这个文件 一定要指明它的详细的绝对路径 比如说这条命令 touch-root-japan love story.list 这就表示在跟目录的root目录下面建立这个文件 这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刚开始学习linux的同学 很容易创建一个文件 最后不知道放在哪里去了 主要都是没有搞明白 如果我们不加路径 它会把文件创建放在哪里 和加了绝对路径 才有什么不同 这是我们首先要强调的一个小的地方 另外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个事情 在linux里面这个文件名 我们在上一节课也讲过 这个后缀名 跟windows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这里面 我随便起了一个后缀名叫list 其实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而且在windows系统里面 很多的特殊符号 其实windows是不允许用的 比如说像信号 问号 书名号 都不可以 但是在linux里面 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用的 除了表示跟目录这个斜杠 不能用以外 几乎所有的特殊符号 在linux的文件命名里面 都是合法的文件名 不过呢我们并不推荐大家这样用 因为这很容易给自己制造麻烦 不过有一个符号啊 这里面在windows中用的非常多 叫做空格 有这样的一个字符叫空格 那么在windows里面默认就有一些带空格的目录 比如说 锡盘下面有一个存放第三方安装软件的目录 Program空格files 那么这种文件名带空格 在linux里面 我们并不建议大家这样用 比如说如果我们用touch来创建一个带空格的文件名 怎么做呢 touch 比如我们可以创建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名叫神超.go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当你这样在做的时候 它是创建了这样一个文件名 这个文件名叫神超.go 其实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它是创建了两个文件 一个文件呢 叫神超 一个文件叫神超 这里面我们已经有一个目录叫神超 所以这里面没有办法创建同名的文件 那么假设我们改一个例子 我们创建这样的一个文件 假设就叫program files 我们在执行这条命令的时候 实际上在 Rs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并不是创建了一个文件 叫program 空格files 而是创建了一个文件 叫program 又创建了一个文件 叫files 是创建了两个文件 我们在上一节课讲过 在执行的命令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创建 拷贝 减切 改名等等 那么改名这里面不算 在创建 复制等等这些命令里面 都可以同时对多个文件同时进行操作 touch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同时创建100个文件 这是可以的 所以系统会认为你是想创建两个文件 一个叫program 一个叫files 如果你想创建一个文件名 叫programfiles 那么你可以这样做 我们直接用双引号把它引起来 告诉系统这是一个整体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创建了这样的一个 带空格的文件 叫program 空格files 在linux里面也是可以把空格 作为文件名的一个组成部分的 但是我们并不建议大家这样使用 因为后续你在用的过程里面很麻烦 比如说你要切换到这个目录 你也必须用双引号引起来 你要删除 你要做查询 方方面面的操作都需要这样做 所以呢 虽然所有的符号 几乎所有的符号 除了表示根分区的这个斜杠以外 都可以作为linux的文件的命名 但是呢 我们并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包括呢 windows里面用的很普遍的空格 我们也不建议大家 把它作为文件名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为在linux里面更多的 都是命令行的操作 不像在windows里面 它是空格也无所谓 反正你用鼠标点一点就可以了 但在linux里面 因为空格多用作命令和选项 选项和参数之间的一个分格符 所以呢 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和麻烦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建议大家 虽然这些特殊符号 包括一些像空格等等 都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 在linux里面文件命令中使用它们 好 touch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命令 那么假设说 现在呢我想列一些沈超老师 很喜欢的一些小电影 那么我就可以touch一个 japanlabstory.list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创建文件的方法 好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命令touch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么我们如果想浏览一个文件的话 怎么样来查看 我们在linux里面用的最多最简单的一个命令 叫cat 如果我们想查询一下 一个文件的内容 比如说上 比如我们现在呀 要想查看一个系统的文件 叫etcs 我们可以直接用cat 查询到这个信息 这是一个linux里面的欢迎信息文件 我还在其中加了一行 叫3w.lampbrowser.net 用cat直接可以浏览到它的内容 看它这里面有四行 那么其中呢还有一个空行 cat就可以显示了 使用cat直接可以显示到这个文件内容 你如果想在显示的时候加个行号 它有一个选项叫-n n表示number 这个时候还可以在浏览的时候加上一个行号 如果我们看一个很简短的四行脚本 直接用cat-n就可以了 可以方便清晰的查看 同时还标记了行号 这是cat很简单的一个用法 那么我们在应用的过程里面呢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呀 这是看一个比较短的文件 如果这个文件比较长呢 比如说在Linux系统里面有一个文件 叫etc-services 我们用cat来看这个文件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文件内容很长 cat就在一屏一屏不断的显示 有点好像去 去这个股市里面看那个股票信息一样 不停的在闪动的 或者像在火车票或者火车站 或者机场的时候看那个 航站信息一样的 但是它最后保留的呢 只是最后一页的内容 也就是说前面可能翻了好多好多页 你根本就看不到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cat不太适合浏览这种比较长的文件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命令 来获得这个文件内容的查看 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cat还有一个与之相同的 很有意思的命令 把cat这个命令呢 反过来写 把cat反过来写 写成tac 那么它其实呢 很有意思 就可以反向列势 也就是说可以倒着显示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在cat etc s的时候 它是这样来显示这个内容 如果你把cat这条命令 倒过来写成tac 再来查看这个文件 它会倒着来显示 它会倒着来显示 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命令 那大家作为了解 可以知道一下 好那还没有解决刚才我们说的问题 如果是一个短的一个文件 我们可以用cat来浏览 但如果是一个很长的文件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使用帽来进行查看 我们可以使用帽来进行查看 那么这里面呢 帽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 分页显示文件内容的命令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文件的内容很长 帽呢是可以分页显示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比如说刚才的这个etc services这条这个文件 我们使用cat浏览的时候 只能看到这个文件最后面一页的内容 如果我们现在想看到的 从开始显示的部分 可以用帽来加入这个文件名 回车 这时候显示的第一屏 就是这个文件最开始的位置 甚至还有一个很人性化的设置 显了一个0% 在这里面有几个小的子命令 需要大家掌握 在进入到帽的浏览状态以后 我们可以用空格或f来进行翻页 比如说我按空格 就一页一页的往后翻 按空格的时候 它会一页一页的往后翻 那么或者nf front page 它可以一页一页往后翻 按回车呢 可以一行一行往下翻 如果你想一行一行来找 检索到你要找的内容 可以按回车 如果找到这就找到你想要的内容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按q q大写的或者小写的q 表示q的退出就可以了 这是帽命令 最简单的用法 使用帽来加上你要查看的文件的内容 这个时候进入分页浏览状态 按空格或者f进行翻页 按回车进行换行 按q退出 那么帽是我们要掌握的 这节课里面的重点 因为在后续讲的帮助命令里面 那么我们其实在帮助命令 查看一个命令的帮助 或者一个配置文件的帮助 那怎么来浏览帮助信息呢 它都是会调用帽来进行浏览 都是调用帽来进行浏览 来查看那个帮助信息的 所以这里面帽这条命令 和帽进入浏览状态的时候 这些常见的操作 需要大家知道 怎么样来翻页 怎么样来换行 怎么样来退出帽的浏览状态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用帽来进行浏览的时候 我们翻了好几页 结果突然发现了 这里没有我们要找的内容 可能在前面查看的过程里面 错过了我们要找的信息 我想往回翻 这个时候 你发现 不管是你按上键头 还是按键盘上面的pageup 它都没有办法回到上面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一个跟帽命令 类似的一条命令 叫做lice 其实跟帽命令是大同小异的 唯一的不同就是 lice命令还可以向上翻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用lice来显示 etc services 文件 同样也可以空格 翻页 回车 换行 但是如果现在我已经翻过了 我要查找的内容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按pageup 往上翻 你可以按pageup 往上翻的 pageup 是一页一页往上翻 如果您上键头 按上键头的话 它是一行一行往上翻 那么 我再强调一遍 我们用lice命令的时候 它不仅可以像帽一样进行浏览 用空格往下翻页 用回车往下换行 还可以用pageup 往上翻页 用上键头 往上 翻一行 那么我们可以向上来进行翻页 来进行查看 而且相比帽来讲 它不仅可以向上翻页 或换行 还可以做一个事情 就是可以进行搜索 比如说 我们可以直接在lice的浏览状态里面 按一个斜盖 输入你要搜索的某一个关键词 比如你要搜索的关键词 可能是service 你就输入你要搜索的关键词 回车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它搜索到的 就都已经标记了 那你说这个文件里面 是不是只有上面我们 高亮显示的几个部分 包含了这个service 有没有其他的行可能也包含呢 这是有可能的 你只要按n 就可以接着往下找 n表示nist n表示nist 所以这也是nice和mall 不同的一点 那么其实我们在获得帮助信息的时候 也同样可以用这样的操作 使用斜杠 然后加上你的搜索的关键 关键词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可以进行 把所有的 这个行里面包含这个关键词的 进行反白显示 同时 如果在你当前查看的页里面 没有你要得到的搜索 关键词所在行的信息 你可以n n键 n表示nist 查找下一个匹配的关键词所在的位置 好 这是lice命令 所以这里面需要大家知道的是 lice和mall相比最大的不同 一个是它可以向上翻页 向上翻页 可以用pageup 向上换一行 可以用上键头 另外一点在整个浏览文件比较长的时候 想找某一个关键词 它所在的位置 你可以直接在浏览状态里面 加一个斜杠 然后输入你所要搜索的关键词 系统会在这个文件里面 把所有的关键词都标记出来 如果你要找的东西 不在当前浏览的页里面 你想往下查找 按n键 n表示nist 可以便利整个这个文件内容里面 所有的关键词所在的位置 好 这是关于lice命令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还有两个小的命令 大家需要知道 这是我们全文进行浏览的时候 使用的命令 但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文件很长 那么你可能只想看它的前几行 或者后几行 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做 如果想看一个文件的前几行 我们可以使用hide命令 比如说我们刚才一直做练习 查看的这个etc services文件非常的长 你说我没必要看这么多 我只想看这个文件前面一部分 它的格式是hide-n 然后加上行号 你想看前面的几行 就加上这个数字 比如说我想看前七行 hide-n7 services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看到 它就显示了这个文件的前七行 hide-n7 services 显示了这个文件的前七行 那么如果你hide直接加文件名 这时候它也会有一个显示 你看它也会有一个显示 如果你不用-n指定 你要查看这个文件的前多少行 它会默认显示前十行 所以当你查看一个很长的文件的时候 可能这个时候啊 你并不想查看整个的内容 比如说在我们公司里面 可能我和沈超老师呢 都会在兄弟联的linux服务器上面 写一些比较常用的色调脚本 那么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批处理啊 或者是自动化执行的任务 那么有的时候啊 沈超老师可能写了很多这些脚本 那么可能日记月来非常多了 我也不知道哪个脚本是谁写的 这脚本是干什么用的 但是呢 在兄弟联里面 我们每个人写的色调脚本 大家都习惯呢 在前面那几行写上注释 这注释就写了这个脚本是谁写的 什么时间写的 这脚本是干什么用的 以及这个脚本使用的一个甚至是方式 所以如果我想获得这些信息 我不用飞底用冒或者lice 把那个几十行上百行的脚本打开去看 我可能只要看前几行 里面我就知道了啊 这个脚本原来是沈超老师写的 可能是沈超老师在家跪完蟑螂以后来写的呢 然后呢这个脚本是干什么用的 我只要看前几行就够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hide 可以使用hide来进行浏览 那么如果想看最后几行 我们可以用相对应的一个命令叫tail tail的格式跟hide是一样的 都可以用-n来指定你查看的行数 只不过呢它来指定的是查看的是末尾的几行 比如说我想查看services文件最后的三行-n3etc-s 就可以了 如果直接用tail加上etc-s 跟hide一样 hide也好 tail也好 如果你没有指定 你要查看这个文件的开始或者结尾的几行 默认都是10行 默认都是10行 另外一点 tail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选项 叫做-f 那么它可以动态来显示一个文件末尾的内容 比如说啊 我们tail-f 举一个例子 大家在做练习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中的一些操作和涉及到的知识点呢可以不用太去关注 那么系统里面有一个文件是一个日志文件 在vrlog下面叫 vrlog下面叫messages 它其实呢显示的是10行 这个文件呢是一个日志文件 它其实比较长 那么你看到它会显示这个文件最末尾的位置 但是呢它并没有回到命令行 如果你这个文件的内容进行了变化 在这个命令操作状态下 它也会实时变化的 比如说能干一些什么事呢 我今天上班啊可能没什么事干 我就登录到一台服务器 用tail-f看这个日志文件 如果这个日志有什么变动 我现在看的屏幕就会动态的实时变化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示例 大家可以在听这一讲的时候做这个练习试试看 我再用远程登录工具连接一下我虚拟机里面的linux 再登录一次 打开了一个窗口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做了一个操作 这个日志文件肯定会更新 日志文件嘛 我做了一个操作的话 它往里面更新了一个我做的操作的动作的日志记录 那么这个文件更新了 你会看到tail-f 查看这个文件状态的时候 它会动态的进行变化 比如说 其实一个网卡可以有多个IP地址 我们前面提到过 fconfig 这条命令 可以设置 或者更改 它的IP地址 那么 如果更改 直接加上网卡的名称 ETH0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还可以把一块网卡 设置多个IP地址 这里面在linux里面有个方法 你可以给它加一个虚拟数字 比如说ETH0 冒号1 那么 加一块虚拟网卡 然后我设置一个新的IP地址 假设叫1.2.168.1.1 随便写的无所谓 这是一个练习的 那么大家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只要记住这条命令 意思就是给网卡绑定多一个IP地址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操作 在messages这个日志文件里面 是一定会做一个记录的 我们看一下 在我一回车以后 这个tail-f的状态 那么它有没有动态的变化 好 我再试一下 如果要退出这个状态呢 按一下Ctrl-C 按一下Ctrl-C 所以它没有做一个记录 那么大家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实验一下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操作 更改IP等等 它这里面呢 会有一个这样的记录显示 但跟IP呢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呢 你会被踢出这个secure CRT的远程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那么这里面你看到 它就会实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 好 这是tail-f 那么大家作为了解知道一下 它可以动态显示一个文件末尾的内容 当你做了这个文件里面做了一个变动以后 它也会动态进行一个显示 一般来讲呢 用的也不算太多 可能比较常用的方式呢 也就是监控一些日志 比如说我们可以tail-f监控阿帕奇这个web服务器的日志 或者其他的一些日志的时候 那么可以得到这个信息的 好 这是关于呢我们这一节课给大家讲的内容 我们简单做一个整理 那么我们在这一讲文件处理命令里面 首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怎么样来创建一个文件Touch 记住虽然Linux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特殊符号 作为文件名的组成部分 但是呢我们并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尤其不建议大家使用空格 如果要想查看一个文件的内容 可以使用cat 来浏览一些短文件 如果想加上行号可以用cat-n 如果想反向显示这个文件的内容 把cat倒过来写tac 来进行反向显示 但反向显示并不支持-n这个选项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帽 如果面对一些比较长的文件 可以分页来进行显示 可以使用帽来进行分页浏览 那可以使用空格或f键 翻页可以使用回车 来进行换行 可以用queue来进行退出 但是它并不能往回翻 也就是往上翻 这是不行的 可以使用lice lice可以使用pageup 来进行往上翻页 可以使用上键头来往上换行 同时还可以加一个斜杠 加上你要搜索的关键词 在它在浏览的过程里面 便利整个的文件进行搜索 如果找到了多个匹配的关键词 可以用n键来进行 查找下一个所在的位置 表示nest n表示nest 那么要想查看一个文件的前几行 可以用hide-n 指定你要查看前多少行 如果想查看一个文件最后几行 也可以用tail-n 如果想动态显示一个文件 最后的内容 用tail-f来做一个显示 好 这是关于这节课讲的内容 这是我们日常用的比较多的一些 简单的文件处理命令 好 那么这一讲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学习和收看 那么我们下一讲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